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武雄圖留下絕不信 兇訴被校長王清遠鬥爭後 10月16日被警方證實遇匿失亡 引起輿論嘩然 外界關注 王清遠任成都大學校長後 黨委書記一職6年換了4任 武雄圖的死亡事件 牽涉出高校腐敗內幕 或引起政治風暴 據大陸媒體報導 10月18日上午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鴻圖的遺體告別儀式 在北交殯儀館舉行 他的親友和眾多成都大學的師生都有參加 在現場 記者並未見到毛鴻圖生前在朋友圈中 看到的成都大學校長的身影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鴻圖 10月16日被警方證實遇匿死亡 引起軒然大波 10月15日上午6時左右 疑似毛鴻圖在微信朋友圈發出絕不信 除後該信被截圖廣傳 毛鴻圖在絕不信裡 兇訴被校長王清遠為首的利益集團排制 稱自己一年多的成都大學工作已是頭破血流 他表示 成大是一個完全不講道理的單位 是一個利益勾結堅定頑固的地方 但是靠他一個人的堅持原則 但是靠他一個人獨善其身 兩袖清風 輕盡棄力 最終仍然是身陷污泥灑水 無力無助 這是毛鴻圖所面對的形勢 也是他所面對的困境 公開資料顯示 50歲的毛鴻圖 男性 荷蘭姆灑人 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專業畢業 博士研究生學歷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歷任西南財經大學發展規劃處副處長 西南財經大學教務處處長 西南財經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主任 常務副院長 四川旅遊學院黨委常委副院長 微山市政府黨組成員 微山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微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 2019年2月起擔任成都大學黨委書記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鴻圖 被校長王清遠鬥死 也意外引出中共體制黑幕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一名知情人士石先生說 成都大學歸成都市管轄 近年來因為籌備明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獲達幾十億的資金投入 所以事態更為複雜 他認為激烈的權鬥背後 涉及市委級政府高層 否則事態不會惡化到這樣的地步 中國某大學聖金教授說 中國各高校人際關係都很複雜 互相爭權奪利 以名相博的現象也不是新鮮 他說教育系統一直都有激烈鬥爭 有時更黑 而另一位大學教師顧先生表示 這些大學的校長 他有特權 他可以享受特權 他能夠享受特權 又沒有監督制約他們 所以他們個個都公權濫用 造成一系列腐敗 教育系統和官場一樣 都是衙門作風 內兜你死我活 不是秘密 成都大學官方微博 在10月16日晚上6時38分發通知 證實無控肚死亡一事 但是將留言評論關閉 該官方微博10月15日發通知 說要調查事件 相關通知下面的留言評論也被關閉 就事件網民感到不滿 紛紛轉發 在轉發的時候留言 說連給人留言的機會都沒有 說為什麼不給評論 怕了 有什麼不能說的 成都市政府對外聲稱 已經由市委、監委、市委、組織等多個部門 組成聯合工作組 對毛鴻圖的死亡進行全面調查 中央社說 毛鴻圖事件也引發中國網友討論 相關關鍵字標籤閱讀量超過9億 而且繼續增加 有網友質疑毛鴻圖的死因 要求徹查 有網友認為它是以死命之 但是也有人認為 這是爭權奪利失敗的個案 也有人認為 這宗案件 反映出中國的教育部存在嚴重問題 造成大學官僚主義 假大空和下三藍文人等等問題 台灣中央社指 黨委書記是中國大學的一把手 位居校長之上 但是校長王清遠 竟然能鬥到書記毛鴻圖已死相間 該案件恐怕將會引發一連串的政治風暴 公開信息顯示 王清遠 男性 1965年1月出生 重慶人 中共黨員 博士 教授 博士生 導師 四川大學本石畢業 法國巴黎中央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王清遠畢業於成都科技大學 即是現時的四川大學 1998年 在法國巴黎中央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1999年至2003年 先後在法國巴黎 國立工藝與理工學院任博士後研究員 美國普道大學工學院任NSF NASA項目博士後研究員 日本陸兒島大學任JSPS基金特別合作研究員 2003年回到四川大學工作 歷任建築與環境學院院長 人事處處長 2014年5月起任成都大學校長 黨委副書記 主持學校行政全面工作 王清遠任成都大學校長8個月後 成都大學黨委書記陶火明卸任 隨後成都市市長助理毛智雄 成都市委副秘書長羅波 相繼出任成都大學黨委書記 兩人任職平均只有兩年左右 2019年3月 羅波卸任成都大學黨委書記 接任人就是毛鴻圖 網絡質疑 在六年時間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換了四個人 而王清遠就在校長的位置上 我自虧言不動 是能力使言 還是像毛鴻圖批評的這麼邪惡 無人知曉 只是何等殘酷的環境 另一個政廳級幹部已死明知 裡面有太多的謎團有待解開